正这般想着,御书房外转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,隐隐有灯火从玻璃窗的那头照亮了黑夜,往着这边飘了过来。 范贤赶紧收回身揽腰的双臂,站了起来迎接陛下。 御书房的门被推开,一身明黄单一的沁国皇帝陛下大步走入,危险轻瘦的面颊上一片平静,只有两鬓里的白发透露着他的真实年龄与这些年耗损太多的心神。 一众服侍的太监没有入门,姚太监极为聪慧地在后方将御书房的门紧紧地关上,整个御书房内就只剩下皇帝与范贤二人。 皇帝很自在地坐到了软榻上,双手揉着膝盖,眼睛看着范贤忽然哈哈笑了起来。 范贤被这串笑声弄得一头雾水,有些尴尬地站在原地。 皇帝摇了摇头,说道,你很好。 既然是很好,为什么要摇头? 范贤苦笑了一声,将身旁由院里准备好的秘奏匣子取了出来,放到了软榻之中的矮机上。 皇帝打开匣子,认真的看了起来。 这匣子里面,全部是此次南庆与东夷城谈判的初步结果,以及监察院分析的东夷城底线,以及东夷城方面供上来的江玉图,以及人丁财政分配的细致情况。 东夷城的事情,早已震惊整个天下。 负责谈判的使团,包括范贤自己,和京都皇宫都保持着每天一次的谈判细节交流。 皇帝对于谈判的细节很清楚,但毕竟两地相隔甚远,这要掌握第一手情况,还确实需要范贤回京一趟,做一次面饼。 皇帝缓缓地放下手中的宗卷,站起身来,走到了御书房的一面墙下,拉开墙上挂着的帘子。 连下是一大张全天下的地图,上面将各郡路描得清清楚楚,甚至连东面南面的海岸线也画得极为细致。 这块地图,不仅包括了庆国的疆域,也包括了北齐和东夷城的国土。 范贤第一次真正进入御书房议事时,和那些上书大学士们坐在一处,便曾经见过这张地图,知道庆国君臣对于拓边的无上热情。 只不过,当时皇帝的身边还有三位皇子,如今却已经不见了两个。 皇帝稳定的手掌在地图上移动着,御书房内的光线虽然明亮,但毕竟不是手术室里的无影灯。 他那只手掌移到地图上的河处,河处便是一片阴暗,就像是黑色的箭头,蕴含着无数的威权,代表着数十万的军队,杀意十足。 那只手掌落到了东夷城及四边诸侯国的上方,轻轻地拍了拍,皇帝未曾转过头来,平静说道,不费一兵一卒,朕便拥有此地。 范贤,你说,朕该如何赏你? 谈判还未结束,剑炉内部还有纷争,那些诸侯国的王公只怕还要反水,最关键的是驻兵仪式,不知道将来会不会引起东夷城的反弹。 范贤笑着硬道,他能看出来,虽然皇帝此时一脸平静,但内心深处的喜悦却是掩知不住,这位一心想一统天下,建立万代不朽工业的帝王,花了数十年的时间,终于清除了苦河和四顾剑这两大对手,迈上了万里征程的第一步,那种愉悦是怎样也伪中不了的。 四顾剑怎么样了?皇帝转过身来,笑了笑,没有继续提赏赐的问题,转而问了一个他最关心的事情。 全身瘫痪,三个月内必死无疑,范贤答得极快,没有一点拖泥带水。 皇帝沉思片刻后,轻声叹道,都要死了。 只不过,朕还真是佩服这个吃剑,挨了刘云世书一记散手,又被振击了一拳,居然还能活这么久,此人的肉身力量,果然是我们几人中最强大的一个。 这话自然是把五竹排除在外。 范贤眼珠微动,轻声说道,也幸亏四顾剑没有死,只有他,才能压制住剑炉里那些强者。 如果不是他点了头,这次谈判,只怕不可能成功。 皇帝笑了笑,没有说什么,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儿子也一直有些看不明白,这句话是在为四顾剑说好话。 唯一为将死的大宗师说好话,有何意义? 范贤想了想后,又说道,依臣看来,此次谈判,只怕要谈到明年,到那时四顾剑早已经死了。 不过他既然定下了调子,传诸四野,想必见炉里的弟子们不敢违逆。 王十三郎会接任剑炉的主人吗? 皇帝忽然开口问道,对于这位帝王而言,范贤与王十三郎的私交如何,他根本不在意。 他在意的是,日后要真正地控制驻东移城的疆土,剑炉的主人必须是一个可以控制的人。 而那个叫做王十三郎的剑炉幼徒与南庆之间的纠葛极深,不论他的能力如何,首先是一个能够控制的人。 范贤的心头一紧,头脑快速地转动着,说道,开炉仪式被延后了一个月,没有人说什么。 但是四顾剑究竟准备把剑炉交给谁,臣还没有打听出来。 不用打听。 皇帝的脸色沉了下来,若冬移城真心归顺,剑炉的主人必须由朕任命。 不论四顾剑选了谁,朕不点头应洗,便是不成。 范贤嘴唇微微发苦,他本来担心的是四顾剑强行挑明影子的身份,让他成为剑炉的第二代主人。 如今看来,应该担心的却是别的问题,陛下这个做法,很有些像当年册封喇嘛头目的做派。 不过细细想来也对,即便庆国日后往东夷城派驻官员,派驻军队,可是在东夷城居民的心中,真正主事的还是剑炉子弟。 这一点在两国间的协议里也应该写明,庆国在五十年内不会对东夷城的格局做大的改动。 如果庆国连名义上的人免权都没有,东夷城还算什么归顺。 这一点,辰回东夷之后便向对方言明。 范贤没有再多考虑,很直接地硬了下来。 只要剑炉低了头,其余的什么小国商行根本不用考虑。 皇帝眯着眼睛说道,四顾剑如果够聪明,临死前就不会再搞出些什么。 如果他真是个白痴,朕自然会给他一个深刻的教训。 天子一怒,天下流血。 庆帝所说的教训自然是悍然出兵,强行以武力将东移城征服。 范贤没有接这个话题,直接问道,剑炉如果定了,成竹府怎么办? 成竹府里的人不是被四顾剑杀死了? 皇帝站在地图旁边,忽然深深地看了范贤一眼,其实不止朕奇怪,满朝文武在大喜之余都觉得有些惊骇。 安知,四顾剑这老东西,对你是格外轻言有加,想不到他真能意了狂信,答应你这要求。 在初始东移城之前,范贤和皇帝在宫中就争执许久。 因为在皇帝看来,四顾剑此人即便死了,也不可能容许自己一剑守护多年的东移城,一兵不出,一剑不发,就这样降了南庆。 范贤却是坚持自己的意见,用了很长时间,才说服庆的让自己试一下。 问题是,居然仪式成功? 这个事实让庆国满朝文武惊喜莫名,让皇帝也大觉喜外,甚至隐隐有些不安,因为他的这个私生子实在给了天下太多的惊喜。 皇帝老子的目光里有怀疑,有猜疑,范贤却像感觉不到什么,苦笑着直接说道, 臣不敢鞠躬,若不是我大庆国力强盛,四顾剑自存死后,东移城只有详或破两条道路,也断不会向我大庆低头服软。 这话倒也确实,任何外交谈判,其实都是根植于实力的基础之上。 如今天下大势出现,北齐或许有和南庆抗衡多年之力,而东移城以商力将,根本全部牢固,如浮平在水,如弹云在天,只要进风浮来便是个平乱云散的境地。 在南庆强大的国力军力压迫下,东移城没有太多的选择。 范贤此次的成功,其实应该是庆国皇帝陛下的成功,因为他的统治下是一个格外强大的帝国。 范贤忽然深吸一口气,说道,你也知道,母亲当年是从东移城出来的,四顾剑对我总有几分相伙之情。 他知道这事儿瞒不过皇帝,也不想去瞒,干脆这样直接地说了出来。 果不其然,皇帝陛下明显很清楚当年叶青梅在东移城的过往,听到这句话后,只是微微笑了笑,说道,果然如此。 四顾剑,他对你有什么要求? 范贤抬起头来,认真说道,他希望大庆治下的东移城,还是如今的东移城。 朕允了。 皇帝横斩钉截铁地挥了挥手,不带范贤再说什么,直接说道,朕要的东移城便是如今的东移城。 如果变成江南那副模样,朕要他作甚。 范贤心中无比震惊,自己最担心的问题,四顾剑最担心的问题,原来在陛下的心中根本不是问题,皇帝老子要的就是现在的东移城,这个和海外进行大宗留意,有着淡淡伤人自制味道的东移城。 一念即此,范贤不禁对皇帝老子生出了无穷的佩服之意,只有眼光极其深远的帝王才能容忍这样的局面,只怕陛下的心智眼光,比自己想象的要更宽广一些紧接着。 皇帝又与范贤讨论一下那东移入版图的细节,以及可能出现的大问题,及相关的应对措施。 此时夜渐渐深了,御书房里的灯火却是一直那般明亮,天底下的版图就在这父子二人的参详之中,渐渐变了模样。 许久之后,皇帝揉了揉有些疲惫的双眼,回过头去,再一次注视那方地图。 天下的版图已经变了,但这面地图还没有变,皇帝轻声说道,明天又要做星图了,恭喜陛下! 范贤微笑说道,皇帝此时终于笑了起来,手掌忽然重重地拍在了地图的上方,那一大片涂成青色的异国疆土,明黄色的衣衫上似乎都携带了一股无法阻挡的坚毅味道。 天下就还剩下这一块。 范贤的心脏猛地一缩,皇帝第二次提起先前的那个问题,安知,你说,朕该如何赏你?